民眾在街頭上追逐 上演全武行 警方只好對空名槍 驅離不受控制的抗議群眾 無辜商家也受到波及 民眾身上血跡斑斑 許多店家趕緊打包收拾避難 周三南非城鎮蘇威托 發生攻擊事件 當地民眾指控 外來移民販售過期的劣質商品 商店被洗劫一空 甚至還攻擊外來店家 已經造成三人死亡 販售劣質商品是這起事件的導火線 但移民才是最主要的問題 外來移民就佔南非人口的十分之一 根據統計有四分之一的南非人沒有工作 當地民眾認為外來移民是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還常有外來移民涉嫌犯罪事件 導致衝突不斷 反移民聲浪越演越烈 在南非每年都會發生移民遭到攻擊 雖然當地政府呼籲暴力搶奪是非法行為 並承諾針對違法販售劣質商品店家加以調查 但還是無法有效遏止衝突發生 大愛新聞揚情編譯 雖然 雖然 雖然